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遺忘的記憶 目標是追憶旅人的卡片 我沒有儲值 所以這張卡片 就是靠任務關卡來打 一開始 可以看到我用的是奧丁的隊伍 配上大吉 我想應該會蠻好玩的 穩定性應該也比較OK一點 一開始的話就是先除CD 這個就不解釋了 順便分享一下我除CD的一個方式 給大家參考看看 可以看到我下面的按鈕在做排列 那就是我儲出的一個方式 以前等級比較低的時候打輪迴 用靈魂石我都是這樣打的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關卡 除了一個一波的爆發這樣 然後撞到旁邊 沒關係 我們一樣還是可以除的 再來這種除除的方式 比較安全 因為我是 珠子是在疊在下面 所以比較不會製造出COMBO出來 也是有機率啦 機率比較低而已 可以看到下面 光按出的話就可以製造 1 2 3 3COMBO 那就好玩啦 這個用法戴在參考看看 我先一波試試看 有沒有看到這樣刷過去有沒有 下面至少3COMBO 我是說按鈕啦 沒有送走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開技能 哈哈哈哈 其實除5CD就可以了啦 只是那種 除這個方式給大家 看一下 也蠻好玩的 這邊又可以再除一次啦 這邊只要除5回合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們等下下一關 要用爆發的方式 所以這邊 綠珠就好 CD都充滿了 所以沒什麼差了 好 滿了喔 滿了就可以比較輕鬆打 一樣3到5COMBO的水準就夠了 所以有比較高COMBO速的那些高手 應該打起來會很輕鬆啦 好 因為我技能全部充滿了 所以基本上旁邊那兩隻史萊姆 在這一關 對我而言是用不到的 對我來說 他的攻擊力是 11210 11298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這時候要綠珠 綠珠要小心一點 不要把自己Case 123456789CC 這樣血量差不多 123 4 算一下 123 4 123 6 7 8 9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 絕地防身這時候就要開了 算一下 4 134 234 234 好像珠子不太過切 這有點危險 我變成要靠天降 沒有算好珠 有九零 有九零應該沒問題 有九零應該沒問題 很冷 有九零應該沒問題 有九零應該沒問題 這時候不能再這關被GG掉 所以我準備了這隻黑狗 是做那個預備方案的 要在這邊死掉的話應該 應該是非常大的一個悲劇 這邊的話我還是會除CD 雖然說另外一隻 等下CD會直接重置 可是這邊我還是會除一下 因為我進場我就要先給 大聖開一波了 準備兩隻黑狗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兩隻黑狗的話 你補血比較穩定性會比較好 這時候就是綠珠一下 一樣用我平常的方式來儲珠 只要你按住只要有做出來就好 其他處的話我是還好 一二三四 應該是OK啦 這時候要稍微注意要指定攻擊 因為右邊那隻補擊就沒了 所以我會選擇是這樣的攻擊方式 主要我要靠左邊那隻回CD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開機了 我想一下喔 左邊那隻不知道會不會打人耶 Shit 我們試一下好了 看看他有沒有出手 不會耶 所以我要必須保持更新滿血的狀態 所以這一回合我先 先開機 看一下喔 一二三四五 這個應該還OK OK 不要天降全體攻擊應該都還好 我可以天降新出幫我補一下血對 非常好 秒殺 他血不是一百多萬嗎 怎麼那麼輕鬆啊 他血不是一百多萬嗎 然後二十百千萬 三百百萬 我怎麼不曉得 就被我們秒掉了 他每一回合攻擊力五千五 所以 要補血要補血 學過半就可以了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能還要靠這一隻 光珠要留 因為我要留轉心的 哇不知道在轉什麼 欸 怎麼突然間覺得五千五的攻擊力好像還好 靠 為了補血我忘記 忘記消攻擊數了 其實打起來感覺好像比想像中簡單一點 好 不行 炸不了他 五千多的攻擊力 可能 地獄打久了會覺得說這個關卡應該還OK 好 追以旅人入手 其實整體來打的話 難度好像不是很難 主要是那個 不死冥王歐西里斯那一關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大聖血我怎麼覺得比想像中少 不知道是因為combo數的關係 以上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因為我好像沒有機會被大聖打到 我不知道 有被他打到一拳 有被他打到一拳 所以那個時候越戰越強 是我的奧丁越戰越強 我是用利用這樣特性 如果 有可能會掛掉的話 通常 來講 就是 因為我還沒機會 試著被 旁邊那隻天使史萊姆打 因為如果兩隻打下去 會死掉 所以 只能施展一次 第二次就不能再賭他的生命回復了 好不然 西里歸零的技能 然後 就是這樣吧 這個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好玩的打法 我 我不是平民隊伍 我是平民百姓 我的轉注很平民 這個 有人常常在問 問說 這個隊伍不平民 什麼的 這邊就是跟大家 大概應該說 算是解釋一下這樣 可是我很爛的轉 轉注蠻爛的 還能過關 你們來打應該就很順 以上的 打法分享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